这就是一个月之后 获知照顾欺负出巨大代价 不要跟我离婚的一手 确实你情调 女士 你的耳环掉了 谢谢 夫人今天是您和霍总的结婚纪念日 需要先送你去商场挑选你姑母 霍智障 你伤害我就算了 你为什么要伤害我的家人 为什么要害我爸入狱 害我叫家莫产 放开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这个老女人 谁让你一直不离婚 站着霍太太的位置 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 你们家破产 都是你自己害的 有请新娘徐晴与护士总裁 甜蜜登场 我认需要先送你去商场挑选礼物吗 不用 他不配 去哪儿了 江水 我问你话呢 抱歉啊 我没有想到你会在家 我还以为刚才换听了吗 毕竟结婚六年 你在家的次数去这可数 可是你 你今天又受什么刺激了 霍指导 我累了 我们离婚吧 我们离婚吧 那你今天又在跟我玩什么花样呢 六年了 反正你也不会爱上我 不如 我们放彼此一条生活吧 上辈子如果不是我坚决不离婚 之后的一切惨剧都不会发生 重生一回 我不要再重挡覆车了 江水 六年前倒是要跟我结婚的人是你 六年后倒是要离婚的人也是你 江主天 你玩我呢 难道你还想跟我其实是在有名无始的婚姻吗 有名无始 我看你是空虚寂寞了吧 寂寞了就闹着要离婚 是这么想要的 我不是要这个 是吗 江主天 我知道今天是我们六周年结婚金女人 但是你没必要够玩这种疫情过程的手法 我不吃你这一道 我是认真的 要好好考虑考虑 如果你还是不愿意离婚的话 我就要使用一些小手的比你离婚了 这书没有办法 她的白鸽 安罗 今天晚上有空吗 我们去谴着吧 爱的不想着有害后 来回答 是爱的阳光就不让我 好啊 不醉不归 不愿意离婚 初一 恭喜你 拜托恋爱的 终于要跟霍之争离婚了 来 今晚咱俩不醉不归 不醉不归 初一 来看看 今晚全场的帅哥 有没有你喜欢的 喜欢的 我们就唱 安祸之争 天哪们搞诽闻 三分也不能互说啊 不说的对 干杯 干 是他 这位许齐小姐 在同校有一位男友 叫秦生 目前在浅着 接任职谈钢琴 反正我也要给霍之争戴绿帽子 各一谈 让她跟我离婚 上一首许晴 抢过我的帐篷 再一次 我利用一下她的男朋友 挺公平的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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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赛哥 喝酒吗 我请客 啊不好意思 姐姐 我有女朋友了 有女朋友了 那我就去换一个 然后去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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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扶你到这边去啊 呃 姐姐 你就先在这坐好 我就给你倒杯热茶 先醒酒 他真是个单纯的男孩 可惜之后为了挽回徐晴 付出了一切 这不成风 跟我还真是同病相连呀 随其被他们折 还不如跟我一起 还不如跟我一起 小李 帮我做件事 哎呦 对不起对不起 请一下 小李快送他进医院 啊没事没事 姐姐 你不用太担心我了 就是点皮外伤 没什么事 身体发肤受之父母 这皮外伤也是伤啊 来 喝点鸡汤 不不深 哎 姐姐 我自己来就行 是我害你受伤的 我应该照顾你 来 哎 自己来 自己来 行事 你们这是 你就是秦深的女朋友 许晴吧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把秦深给撞了 姐姐是你 怎么这么巧呀 听说这位姐姐以前经常来我们店里吃下午茶 她人可好了 对啊 姐姐就是人可好 她刚还赔我钱 我都不好意思 那你们聊吧 我有事先走 真羡慕这样的女人 一身名牌 我什么时候也可以过上这样的生活呀 她去 你个家出间 我这 你干嘛 出去 这是我家 我平时把出去 倒是你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种意思 你给我解释一下 这照片拍的挺好的 江楚音 江楚音 够了霍智障 你能真质问我吗 这么多年跟你传菲伏的女人 十个小时都数不过来 那是你自找的 当初有人逼你大爷爷嫁着我 那既然这样 我们以后就各玩各的 直到你肯定够了 你想给我戴绿帽子 静静静静 一会儿要嘛 你放心 我以后会多吃木瓜多肉肉 竟要攒够资本 多给你带几点 好 你想各玩各的 我成全点 但是别忘了带套 也懂我不认 方楚音 想跟我离婚 不可能 你自己选择了不应该选择 就应该不出相应的代价 霍智障 你信不信一个月之后 你会主动跟我提出离物 并且发不得我永远消失 江主义 你做什么春节大的 走着瞧吧 霍智障 你信不信一个月之后 你会主动跟我提出离物 并且发不得我永远消失 长人跟着江主义 有什么消息 随时跟我回报 江主义 我再要看看你要发什么疯 来 谢谢 先生 腿感觉好点了吗 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你看 那就 哎 那个水果怎么不知道吃啊 都快放坏了 我来给你削皮吧 他什么时候来了 我刚才故意勾引情深的举动 他也看到了 你怎么会在这 我怎么在这 你家住海边管那么快 我倒是想问你干什么 他 与你无关 姐姐 他是 我是他老婆 亲生 他是我哥 我跟他先回去了 你在这好好休息 好 你有事就先去玩吧 哎 不是说我的哥玩哥了吗 你这是在干什么 还有 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 你不是跟踪我吧 你不是说我是你哥吗 对待你哥就这个 我问你 里面那个人 认真的 还是玩玩而已 因为你不关 你要是真这么闲的话 把这个钱 离婚协议 准备的早日挺继续 江主爷 我告诉你 我们的婚姻没那么简单 一旦解体 涉及到的利益 我没空陪你玩这小爱恨 包总 去了 明天有个南辰的商务酒会 你作为我的妻子 给我一种参举 明晚的商务酒会 不正是上一世货之章 跟徐晴初遇的地点吗 可是 上一世货之章 根本没有带我出席 这次 怎么 难道是因为我重生后的 一系列举动 导致蝴蝶效应吗 确实又会穿你身上 确实有点浪费 有这么想吗 今天还专门穿到后子胸垫呢 不是你的说话 能不能注意点 别忘了自己身份 你又没把我当妻子 我为什么要以这样的身份之律 莫总 欢迎您的大家关联 那你们聊 我去旁边吃点东西 好的 莫总这边请 诶 徐晴呢 他不是应该在这里兼职服务员 然后莫之章冲玉的吗 诶 晴晴 那不是莫总吗 怎么过去打招 你说什么呢 他又不是我的莫总 里面可是有老婆呢 他那楼根本就是行工虚设 最近谁不知道你们关键 他不是还给你买个盗房吗 哎呀 对我确实不错吗 知道别人有老婆 但收下人家夫妻共同财产 倒还真是很不神 你说什么呢你 说人话呢 怎么 听不懂吗 也是 因为你根本就不是人 而是跟别人老公 有一腿的狐狸精 你胡说背了什么呢 我看你穿着造理消息了 你才叫狐狸精 哟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见过你 你该不会是混进来 掉开子的 我觉得你实际上要赶紧离开 否则我要叫保安 把你赶出去 我倒是好奇 谁敢赶我 不自谅 保安 这儿有个人混进了我们酒会 给我把他赶出去 琪琪小姐 就是他 一个不知身份 来历不明的低等剑 竟然还妄想 跟我们这些上楼人士的人 一起参加酒会 你知道该怎么做吗 这位小姐 请您出示邀请函 我没有邀请 连邀请函都没有 还敢跟我在这儿嚣张呢 还不给我把他赶出去 这位小姐 如果你没办法出示邀请函 就只能请你出去了 我没有邀请函 是因为我根本就不需要 像你这种虚张声势的人 我可见得多了 保安 给我把他赶出去 免得他在这儿污染通气 谁在闹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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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老女神第一世家 霍家的掌权人 霍志生好帅 听说他是和唐新子 一对近的人 他是给女孩撑腰的吧 那老跟唐新子的女人 要遭殃了 霍总 你终于来了 这个人 潜入咱们酒会 这明显就是图谋不轨 没人好心啊 而且 他还诋毁我们心心 欲言慧语 相当得很啊 你可要替我们心心做主 霍总 不好意思 你能吃麻烦了 你们一个唱黑脸 一个唱白脸 可真是有趣的 你们不会以为 他来了会帮你们撑腰吧 低等见明就是低等见明 还敢在这里大放学死 你不会连霍总的身份都不知道 霍总可是跨国集团 霍氏集团的总裁 南城第一世家霍家的掌权人 是你这种低等见明 一辈子都无法歧名 上流人士 上流人士 他吗 上流人士 请问你有邀请函吗 可以出示一下吗 什么邀请函 那就是说 你没有邀请函咯 爸 他也没有邀请函 爸我跟他一起赶出去吧 你说什么呢 霍总的身份就是通行者 你也配合他相提并了 我不配 冷博 你倒是跟他们说说 我这个霍太太 倒不配 霍总 这 这不可能 你不看来你是什么样子 你根本就配不上霍总 怎么可能娶你呢 霍总 他 不是吵着要离婚吗 现在知道霍太太的好处了吧 少得意了 我不过是暂时利用一下霍太太的身份 婚还是得离的 我知道了 这个贱人员是在冒充霍太太的 你也不看看自己是什么姿色 永迟 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勾引霍总 哎 疼疼疼 放手疼疼 霍总 荒红大量不跟你这种下架的禁 可别得寸禁止 给脸不要脸 就说了让你放手了 秦秦 没事吧 你这个贱人 居然敢打我 杀了你 这里是宴会 不是你们胡闹点 晚安 把他带出去 听到没 完蛋了 混账话 霍总 这是要带谁出去 废话 当然是把他带出去 难不成是把我这个货带出去啊 霍总 是吧 是 霍总 你是不是搞错了 三不货门是他呀 该出去是他就弄到我呢 什么情况 霍总竟然为了内门送邀 他什么来的呢 难道他真的是货带带 对我答案还不满 你放开我 你救我 霍总 霍总 其实他真的喝多了才会这样 你原谅他吗 求求你来 我这个霍太太还在这呢 你能不能不要当着我的面 对我的老公拉拉扯扯的 怎么 你当小三当的不要脸吗 也对 当小三本来就不知脸之 我看你是假装霍太上瘾了吧 我只不过是和霍总说了句话 你就诋毁我 难道他结了婚 就不能和异性说话了吗 他当然可以跟异性说话了 但是他不能跟助手说话 你说谁是助手 我今天就要打死你这个不知廉耻 假装毁断他的小分 这人也太像张大虎了 把人叫了一身红酒 太没素质了 他真的是我认识的那个江初一样 你明知货之章是有妇之夫 还欣然理得地收了他一套豪宅 还到处炫耀 虚荣无耻 不要脸的小三 你刚刚骂的是你自己吗 再说了 你刚才提到的货之章送你的那套豪宅 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给我的一把 我 我确定识相点 赶紧把那个房子还回来 我可没有货之章这么大 房子 什么时候付过这年了 货太太是吧 你知道货先生为什么不喜欢你吗 心经济一下无理区 你根本就配得上他 你又配不上货太太 我配不上 难道你配得上 既然你这么想当货太太 我们就来问货之章愿不愿意娶你 满足你自己 只要莫总点头 我就跟他离婚 把这个位置上 后 后座 你到底在跟我闹些什么 闹什么 当然是闹离婚 离婚什么 你想都不要想 明君 那个男人看上去有权有势 如果能够得到他 就能过上和姐姐一样的生活了吧 虚情终于出现了 拼音的齿轮又开始转动了吗 现在这份离婚结议 我们好聚好散 否则 别怪我不留情面 是因为那个叫虚情的女孩吗 我哪里比不上他了 你为什么要因为他跟我离婚呀 你哪哪都比不上他 亲亲老公快接电话呀 老婆找你了 亲亲老公快接电话呀 老婆找你了 你声音比不上他好听 相貌比不上他清纯 性格没有他温柔 你在徐琴面前 就是一无始始始 懂吗 我指着这一次 我不会再给你羞辱我的机会 好美呀 是啊 好美 你看着我做什么 天天看都不腻吗 都腻 你是我最宝贝的梦 怎么看得不腻 我想就这样一辈子看着 我们要一辈子都在一起 先生 请问您需要香槟吗 他不是吗 我母亲死了 谢谢 祝您酒会愉快 那我先适配了 谢谢 谢谢 帮我查一个酒会上 在学习里面上 还有 那套房子结果怎么回事 学姐 怎么怎么想 你为什么要在夜会上 这面 做 你不认为 你不认为 我是因为你 因为你真不知错 难道不是吗 你脸皮可真够厚的呀 你在外面粘花惹草 我没意见 但是麻烦你先跟我离婚 清早财产 因为你现在花的钱 是我们的夫妻共同财产 江春 你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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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什么也没有看见 你们继续 继续 继续 妈 你怎么回事 你还好意思说 你算算 你多久没有回家 看我这老太婆了 你们俩不回来呀 那我就自己过来了 妈 你下次来要提前跟我们说 我们去接你 不用了 你们进来进去的多麻烦呀 有这个时间呀 还不用赶紧呀 给我生了大宝孙子 妈 这个时间也不早了 你先早点休息吧 好 我这就去睡 你们也赶紧睡啊 最好呀 你妈来了 我们只能先睡一个房间了 我睡床 你是沙发 一起睡一杯 你我现在跟你一起睡 还有什么反应 这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会脱刀子 你们现在跟你一起睡 你没反应就好 算了 反正还有音乐 他就会跟我离婚了 我先忍忍吧 江楚怡 不好意思啊 我害怕打雷 如果是徐晴害怕打雷 你肯定早就把他抱得紧紧的了 霍总 上次你让我查的事已经有结果了 直接说吧 那个叫学生的女人经验怎么回事 目前的调查并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详细资料已经发到您的邮箱了 另外关于唐欣提到的房子 那是我们霍氏集团跟唐欣的公司有合作 房子是转让给他所在的部门的 但是唐欣对外宣称 那是霍总您送给他的好宅 直接处理 江楚怡 对 那个房子的事 这这么大点 就还怕怕打雷 霍氏集团 我 我听说你昨晚打小三的事情了 太帅了 不过你怎么突然这么高调 难不成是对货之章余情未了 准备离婚了 当然不是了 我跟他还有一个月 他已经走了 那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去浅卓 呀好姐妹 我给你介绍帅哥 好 晚上见 不好意思大哥 我这就帮你擦擦 擦什么擦 你要是个小姑娘的话 我都还可以考虑考虑 这个大老爷们 我可没这么兴趣 我这衣服 可是国外纯手工具饰 现在早脏了 老子 怎么办吧 要不先生 你把衣服脱下 我帮你擦进去 你是装傻呀 还是脑子有问题 啊 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告诉你 一口匠 一碗 死了 你怎么不去抢 哎呀 这娘们要对这小子出头啊 可以啊 你要是 你陪我一晚上 咱的会不会拉倒 老大 他瘦巴巴的 胸还没我的大 赔 他不够分啊 哈哈哈哈 那就多赔几次呗 你们嘴巴发干净点 姐姐 你先走 一人做事 一人当 我犯的错 我来承担 没想到 他还挺有男子气的 你处理 是什么英雄啊 兄弟们 一起斗这 不是天高 地厚的家 住手 别打 吞销一刻 值千金 来 让哥哥先销一口 臭鸭子 去个打我 今天 我就让这些人看看 怎么办 放开姐姐 十万块钱 我可以陪你 吵死了 我劝你最好滚出去 后果不是你能够单的 下午我 我什么风浪没见过 不过这小眼神 倒是让人挺怜香惜玉的 哈哈哈哈 放开我 你放开我 你叫死吧 叫你们总经理来见我 愣着干什么呀 上 我还抓住了拔弯的衣服 大家都看一看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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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哥你来了 这小子 不换我衣服 不给我赔钱 这女人俩还要罚我 天哥上手上 江小姐 不知道您找我 有什么事呢 这四个男人 嘲诈漏唆 无言会举手 就你们 不是 天哥 这家伙什么神态啊 你们 还不配知道 江小姐是你 把他们四个给我打出去 天哥 天哥 我 走一下 去 去 给他们一人一巴掌 谢谢 怕什么 行人家 这一巴掌 是我的 这一巴掌 是替秦生打 这一巴掌是替社会的 把这个社会砸砸袋子 你给我等着 江小姐 实在是太抱歉了 让您受惊了 今天晚上的事 希望您不要告诉令尊 还有霍总 放心吧 这件事处理的不错 我不会追究的 走 带你去医院 姐姐 我一个人去就好了 听我的 姐姐 你是不是喝酒了 要不我来开车吧 好 我的车在这 这是你的车啊 嗯 这样 你先去趟医院 然后帮我送回地景府 地景府 我听说那房价好贵啊 风一吹 感觉头还有点 姐姐 小心 别跌倒了 秦生 你真贴心 做你的女朋友 应该很幸福吧 不像我 婚姻失败 穷的就只剩下钱了 这是我们家里 最普通的一辆车 你要是喜欢的话 送你 姐姐 不不不 你喝醉了 我还是送你回去吧 你们谁也走不了 你们谁也走不了 你们怎么在这儿 你说我怎么在这儿 当然是你们了 再谴着给天哥面子 没收拾你们 但在这里可不一样 在这里 谁的拳头硬 谁说了算 秦生 秦生 给我把这小子拉开 松开 臭小子 信不信我打死你 我不走 只要我活着 你们都别想上来他 是吗 好 那我就成全你 给我上去 秦生 秦生你别想着 你松开我 你就是想要钱吗 我给你 臭婊子 几次三分的羞辱我 你以为给点钱就算了吗 今天我不仅要钱 我连人一块要 今天把哥几个伺候舒服了 伺候舒服了 就饶你一命 听见了没 给我让开 秦生 姐姐 放开 秦生 放开姐姐 臭鸟子 看我今天怎么弄死你 没看见这儿有人吗 连我你都敢撞 找死你 谁找死 我霍之章的女人 谁 霍之章 你是南城第一世家 霍家掌权人 霍总 霍总 这四个人怎么处理 他们欺负我太太 霍家名正言顺的霍夫人 该怎么处理还要我教 把他们带走 我不希望我和我太太再见到他们 霍总别啊 霍总 霍总 我们不知道她是您的夫人 霍总 起来吧 你是 她是我哥 我跟她先回去了 你在这好好休息 姐姐的哥哥嘛 可能我刚才说了什么 你没太听清楚 那我再给你重申一点 她是我太太 我是她老婆 江主爷 我妈还在家等着呢 大半夜三更跑出来鬼混还私会男人 胆子倒是挺大啊 谢谢你来帮我 你的话我记住了 在你妈走之前 我不会在大半夜出来 这样可以了吧 那你私会男人的事情 不打算解释你了 我没什么要跟你解释的 你也没有资格质问我 你不也做着跟我同样的事情吗 我们说好的各玩各的 我不管你 你也别管我 什么同样的事情 我跟那个女人根本就不是你想的那种关系 你就嘴硬吧 我先送她去医院 你接电话吧 姐姐不用 我一个人可以的 你先跟你先生回家吧 不用管她 走 送你去医院 秦生 让你跟小秦久等了 我已经到饭店了 为了庆祝你痊愈啊 我们今天一定要好好吃一顿 花好听 秦生 你为什么不相信我 我讨厌你 姐姐 我还有事 我先走了 姐姐 小秦要跟我分手 姐姐 秦生要跟我分手 这么快就要分手了 我记得上一世 霍之章纠缠了徐星大半年 徐星才跟男朋友分的手 你怎么回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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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 我突然看见他手机出现一个消息 是一个陌生男人 发给他的暧昧心事 然后我就气疯了 我们就吵了起来 我让他把那个男的免疫方式发给我 他不让说什么我不相信他 要跟我分手 那 那那个暧昧短信的内容是什么呀 我想见你 你再跟你一起 这就是爱情的东西 竟然让你一向不可一世 或只要说出这种秘密的话 姐姐 我真的好爱他 我知道 我家里的情况不好 我给不了他想要的生活 但是我已经再努力了呀 是啊 我知道秦秦他条件很好 对他有人很多 他能选择我我已经很开心了 我发誓一定不会让他后悔 说明什么变心的人偏偏是他呀 你也别太伤心了 说明他没有变心吗 那条短信只能说明有人在追求他 并且没有追上他 要不然怎么会恳求说再给他一次机会呢 这些不一样啊 这些不一样啊 小青 你还好吧 我刚才听说了 姐姐 都是我的错 我已经把那个男人拉黑了 我明天就去换个新号码 小青 你能告诉我 那个男人叫什么名字吗 我只能告诉你 他是一个有父之父 我不想跟他扯上关系 真是太恶心了 你知道他已婚 你查过 没有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 我怎么可能查他 姐姐 我想跟秦升单独待一会儿 有些话 我想跟他谈谈 好 那你留下来照顾他 我先回去 废物 要不是看到你当初舍得给我花钱 我还能理你 现在你想阻止我过好日子 没门 只张 你这回是遇到真爱了呀 我只张 不过挺可惜的呀 人家女孩 根本不在你 那我说什么呢 不过没关系 有哥们在 女大学生遍体都是 他给我给你 我很高兑 嫂子 原来他真的是不成功 你怎么在这儿啊 在饭店当然是吃饭了 不然呢 刚才听谭卓说 你最近在追一个女大学生 但是人家不爱搭理你啊 是不是因为你已婚了 那正好 你 你把这个钱 这样呢 你就可以没有顾忌的去追求这个女大学生 你 离婚协议 吃饭都在吃 你这么想离婚呢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江主义 你胃口倒是挺大 江主义 百分之五十的股份 你还不满意呢 胃口这么大 我不要股份 我不要离婚 火车长 我只想要你 也对 女人的青春很宝贵的 姐姐想多要一点很正常 江主义 你现在这样 只会让我越看越恶心 别做无谓的挣扎了 这婚我立定了 钱吧 我不欠了 我不欠 放开我 放开我 放开我的 我知道 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 这个婚是你住的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 我就问你最后一句 你到底是签还是不签 不签 我知道 你又吃醋了是吧 刚才她开的就是一个玩笑 我跟那个女大学生 根本就没什么 你别跟她瞎说 看来霍之章 现在还没有搞清楚 自己的真实心意 把徐晴还当做是以前的英雾 变硬 才会大英雾 那你既然这么说的话 那我们准备先继续哭吧 我吃好了 吃吧 站住 你自己大姨妈来了 你不知道啊 我后面 行了 我要回去 开车送你 你哪两个在哪带着去 你哪两个在哪带着去 我 来吧 我忘了 江先生 爸 他是谁 爸 他是谁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是我的新秘书 胡梅 胡梅 这是我的女儿 江厨 江小姐 你好 你好 江先生 车来了 你走吧 好 周一 爸先走了 岳父还真是艳福不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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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不浅点 不要妄议我爸 我爸他跟你不一样 终于滚下来了 你要是再也不下来 你爸生业都开席了 你在等我 你也要去给我爸倾生 那不然呢 结婚六年 霍之章 从来没有给我爸妈倾生过 上一世的今天也没有 他 他现在是吃错药了 初一啊 家里出事了 这是我今天收到的快点 全是你爸跟那个封丧秘书的 暧昧照片 天真是太丧不败俗了 妈 你先别生气 我爸的为人你是知道的呀 这些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哎呀 对呀对呀 我肯定是被人陷害的 我当时喝的不省人事 怎么跟他发生关系啊 爸 你派人去查查这个女人的来头 对 我这倒有一份他的人事资料 他叫湖梅 海村人 义官 可也没有什么有用的线索 爸的位置现在不好坐 他马上就要退休了 绝对不能闹出这样的丑闻 这些照片 肯定是那个湖梅寄过来的 他肯定是想用这些照片勒索我爸 我想起来了 上一世霍这张真夸我爸是 最致命的一招 就是把我爸乱搞男女关系的照片 发到媒体上 导致我爸被查入狱 我这场 这一事我不会让你做成 喂 你家事处理怎么样了 今天晚上我想在家住 你先回去吧 谢谢你今天送我过来 那你在家好好陪陪你爸妈 获智障 怎么了 你怎么样对我都可以 但是看在夫妻一场的分上 不要伤害我爸妈 可以吗 不是我为什么要伤害他们 不管什么原因 好我答应你 不管什么原因我都不会伤害他们 他们在这怎么办 明天我去会会你户里 我就不管摸角了 我知道那些照片是假的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还想干什么 那些照片是真的 你要是不幸可以转移进店 进去 把我老公冠军了 你拍的那些照片想干什么 我想干什么 我要你离婚 什么 谁让我肚子里 有了你老公的孩子 妈 这些检查报告都是可以伪造的 别信 你们要是想自欺欺人也可以 但是为了我的孩子 我一定会抗争到底的 你 你把亲 我亲 我亲人 我妈妈 我妈身份情况怎么样 患者的情况不算严重 注意几天 以后好好调理就行 记得一场 客气了 情景 妈真的不用住院 也不用做什么手术 你别瞎操心 浪费钱 妈 钱不重要 身体才最重要 姐姐 你怎么在这儿 是有什么问题吗 好巧 阿姨这是怎么了 心脏病 要做个手术 这么严重啊 那需要帮忙吗 姐姐 你心体真善良 但是不用了 我有一个朋友已经帮我了 目前没什么问题 朋友 虚签口中的朋友 该不会就是货之章吧 张志云 我想了 张志云 你们俩想了 哎 霍先生 谢谢你啊 把钱借给琴庆 给我治病 您的大恩大德 我们徐家真的是无以为报啊 还真是 想什么呀 你又想干什么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觉得我是在欺负谁 霍先生 霍先生 你跟姐姐认识 我都要看看 你会跟徐青怎么继承的 她是我妻子 原来姐姐就是霍先生的太太 有姐姐这样的妻子 霍先生真是好福气 霍太太 这次手术真的很感谢霍先生 手术费的四十万 我一定会想办法还给你们的 就算你要还 恐怕霍先生也不会收吧 张主席 不 借的就是借的 就算是一顿饭钱 我也会还的 难怪徐青会成为霍之章的真爱 她这个段位 确实跟其他阴阴厌厌厌很不一样 胡梅的事有眉目了 胡梅那个狐狸精 还好 材料 小猛热煮 跟我提完 你怎么这么大一个忙 我们特别地给我好好喝一下 疯陪到底 嘴不归 嘴不归 来 再来一杯 放不了了 放不了了 这不是货之章吗 你怎么没有在医院里面配事情啊 你果然知道许杰 调查过他 我根本就不用调查 我什么都知道 是吗 嗯 为什么 因为我经历过一切 是重生过来 人未来的 说什么呢 因为我经历过所有的一切 我是重生回来 改变未来的 你说什么呢 我也是看着这 我们 算是做时空 改变未来 哎 太酷了 狗血剧情看不多了 你放我下来 难受想吐 你要是敢吐我身上你就死定 你带我去哪 放我下来 回家了 哎呦 兄弟 你哪捡的货啊 找那个真不货呢 哎呀我也捡了一个 换换换 换换吗 昏迷了是吗 啊 啊 别挡我别挡我 啊 郭总 把他处理干净 哈哈哈哈 你搞不见到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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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诚 你为什么总出现在我面前 以前不是很讨厌我吗 以前 连多看我一眼你都不乐意 其实我也没有很讨厌你 好 我只是 像他不说了 都干净了吧 都干净了就回去了 还没好 好了 主意 霍智障 找忘了你爸 你爸 害你爸如鱼 这个江家 我是有色 霍智障就是用这些照片 害我爸如鱼 霍智障 嗯 这是 你从哪弄的 我自然有我自己的办法呀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呀 你明明答应过我不伤害我爸妈的 我们家到底哪里对不起你了 你是不是久还没醒呢 你说你要离婚 我答应你了呀 你为什么还要对我妈妈下毒手 好歹他们现在还是你的岳父与我 离婚是你提的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跟你提过要离婚 那是因为我知道你想离 你感到我爱徐晴吗 你难道不想给他一个未来吗 我们早点离婚 这样以后也不会闹得太难看 你怎么就那么笃定 我会因为徐晴跟你离婚 对 我什么都知道 你也别想拿这些照片来威胁我 我紧身出户 这样可以吗 不是你干什么呢 我不想再坐你的车 因为我觉得脏 小楚音你是不是疯了 对我就是疯了 你别跟着我 雨水坠 进了窗 哈哈哈哈 是谁 起来 吴梅是你 还有我 你是谁啊 你不知道啊 我总为了你可是给了我一大笔钱 让我从胡梅那把你爸爸的底片和照片都去换 他才不是为了我 他让那些照片只是为了威胁 是什么 你们把我帮起来要干什么 你说呢 老公 我为了还赌债 胡梅努力吊开去赚钱 害得我天天戴绿帽 哎呀 我们这么辛苦是为什么呀 还不是因为穷吗 啊 凭什么都是人 你们含着金钥匙出生 而我们 他就得活得这么坚信 郭总既然那么有钱 那不再多给我点好了 我到底要看看 你在郭总心目当中 到底是多少钱 你们绑架我就是为了恶死货这招 别想了 我在他心里一文不值 他巴不得我赶紧死 是吗 我可不觉得 我 我们不走看 喂 江春雨 你现在在哪 喂 江春雨 你现在在哪 你说话呀 跟他要钱 江春雨 我没和张大是不是在你身边 他们把你带哪去了 你没受伤 我没有受伤 霍智诚 你明明不在乎 为什么要装出一副很担心我的样子 霍总 放心吧 霍太太不会有事的 你这我们只是求财吗 你们想多少钱 五百万 一千万 五千万 霍总出手够夸脱的呀 那这样 看来霍太太在你心目当中还挺重要 一口价 一个意吧 好 我现在就把钱把你账上 你立马放他 怎么会 看来 说我赌赢了 你说 我该要是什么赔偿好 这扎子 先替你妈还给你 有几个充钱 你觉得自己打不起 敲不起人是吧 还不是落到我手里了 借助 您的账户到账一亿元 老板 还来 拿账了 别管他了 一会被他发送给你 好了 真的 我没用 这边没人 嗯 嗯 嗯 徐晴他在说什么呀 徐晴他在说什么呀 霍晴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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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老婆干嘛呀 要怪就怪外卖那个女人 要不然他 你现在已经被救出去了 哎 我不是刚打来的电话 莫莫金啊 霍晴他 喂 他老婆快拿护车呼吁他 带走 带走 好 姐姐我替你松吧 你滚 行了 你先出去吧 还有力气骂人呢 看来也没多清楚 他自己做了什么 他心里清楚 我不仅要骂他 我还要 霍晴 你怎么在这儿 照顾你 我没事了 你走吧 你都伤成什么样了 我以前也没发现你是这么强的人 人都是会变的 我想休息了 你走了 我只要一个人静一静 霍智庄也变了 他以前可不会对我这样温柔细心 我没跟张大现在在拍手 不关着 等走完程序 我记得不了他 还有 不管你信不信 我从来都没有想过 用照片去威胁你家 没想过用照片威胁我家 那他花钱买的一些照片跟体验还是 人不成真的是为了帮我 可是 上一世 那就自己知道 姐姐 你好心了吗 你说呢 你这个巴不得我死的人 竟然在这关心我 姐姐 我没有巴不得你死 是吗 那为什么你明明听见我就 就装作没听见 转头跟霍智隆说这里没人 姐姐 我可能有点耳背 我是真的没有听见 之前在西餐厅的时候 大家都夸你的听力好 你现在跟我说你耳背 你是在羞辱我一句上吗 姐姐 对不起 我可能是喜欢上霍总了 我知道我不该对她动心 可是她总是强势地 进入我的生活 慢慢的我就习惯了她的存在 我开始自卑 觉得我配不上她 我也比不过你 所以我才鬼迷心窍 做了那样的事 姐姐 你不要告诉霍总好吗 许晴 你是真的习惯了霍总 还是 看上了她对你一致金金的大伯 你最近的吃穿用度 跟你妈的手术 应该都是她解决的吧 不是的 我不是为了她的钱 我是真的喜欢她 我为了她 我就被秦生分手了 姐姐 其实要不是你 我根本不会要她的钱 是你 让我知道了富裕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你的衣服和饰品我都查过 很贵 还有秦生说的那些 你的豪宅和车 你的一切的一切 都是我未曾拥有过的 所以你现在是在指责我 觉得我用金钱的力量 扭曲了你成绩的灵魂 谢谢啊 你真不要 我只是陈述事实 姐姐你为什么打我 我承认我鬼迷心跳做错了事 可是我也很自责呀 你要是那么看不惯我 那我就去死 我一死卷罪都可以了吧 死了 徐婷 你马上就要得到霍智章 过上有钱人的生活 你会在这个时候去死 我现在不会告诉霍智章 你的真面 我要在你们的婚礼上 在你人生最高光的时刻 给你送上一份贺礼 我要起诉离婚 厨姨 你可算回来了 哎呦 这平时就瘦 现在呀更瘦了 快来 快坐 你们结婚六年了 是该要的孩子的时候了 这费孕啊 平常得跟得上 所以妈今天新自下厨 给你们做了这么多的菜 妈 你这厨姨就进去了 是吗 你们喜欢吃啊 他经常给你们做 哎呦 我的汤还在锅里呢 我去给你们端啊 你尝尝点 喝了我的汤 我生子心里啊 就有盼头了 哎呦 这汤 妈 还有我 认为对 我们自己干嘛 Ellie 还是 什么 人是你老公 你要是敢說錯 我就直接把你忍出去 江初音 你告訴我 人是你老公 人是你老公 這也差不多 是你老公 行了 別看了 就是你想的那樣 應該是我媽在那晚看著蝦有點聊 我還沒想到啊 你居然是第一次 我還真以為你給我戴什麼禮貌 我才沒有你這麼不簡點 我怎麼不簡點呢 你是真不知道我之前跟那些女生做什麼 我就看個電影吃個飯泡泡酒吧 他這是在跟我解釋以前的緋聞嗎 可許晴 跟那些女人都不一樣 也不穩定 喂柯總我是清清媽媽 清清被您太太逼迫 現在要跳樓輕生呢 柯總求求您了 您快來勸勸她吧 好 我馬上過去 還真是個大魔 姐姐 我跟霍总真的没有发生什么 她帮我很多 所以我把她当做好朋友 可能是我太不注意距离 让你产生了误会 这两天我一直在反省 我没有连再见任何人 我选择消失 不再给你一天麻烦 选择消失 她不过要去轻生了 刚才获志张急急忙忙的走 是因为这件事 江楚怡开门 你开门啊江楚怡 你又会是巧男人 又会是开门啊 开门 你谁呀你 大青早跑到我们家门口大吵大闹的 江楚怡就是你这个老女人 逼琴琴声事故 你看我肩甫打死你 你看我肩甫打死你 你有病吗你 大青早发什么疯 这个改革的女人竟然敢打我 我告诉你 我是学情的闺蜜 你逼我们勤勤跳海 你难道不应该偿命吗 怎么 学情还真跳海 死了吗 我呸 霍总跳海救了他 你死他都不会死 他可真会演戏啊 他去学什么声乐 他应该去学戏就好了 他要跳海轻生还特地跑来 他不是我 我猜 他应该还安排人痛拍吧 想把霍之张跳海救他的那一幕 大自学 行政才不是这样的人 他跟你不一样 你自私又虚伪 总之 要是你不逼他 他不会轻生的 我逼他轻生 他要是没做亏心事 他为什么轻生 他明知道人家有老婆去 还要当人家的小三 现在还要装作受害人 还真是不知也得连迟 爱情不分先来后到 不被爱的人才是小三 而且 晴晴一直在拒绝霍总 是霍总一直在纠缠晴晴 总之 你不应该那么欺负晴晴 对对对 你说的很针对的 我看你们还真是 物理畏惧 也一群类 一群 我告诉你 其实我已经起诉离婚 准备成财 但是我看你这么激动 感觉如意 你要干什么 我要撤诉 我要让他当小三的时间 再去 不行 你不能撤诉 你再敢碰我一下 我有的是办法整死 月月 清清 你没事吧 你以后可千万不用做傻事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做傻事了 我飘进海里以后都后悔了呢 幸好智商来得及时就下了我 我以后会更加珍惜我的生命 看来徐晴这一跳 让他们感情都烧了 江主义 你起诉离婚了 是啊 你不是不同意签字离婚吗 怎么 改变主意了 也对 人都已经带回来了 我告诉你 我是不会同意离婚 我们家也不会同意 霍支掌 你就不愿意 为了许晴 反抗一下家里人吗 难道你要让他一直当小三 我以前挺喜欢的性格 说一不二 但是为什么这件事上你这么犹豫 干脆 所有事都在这 你真的要离婚了 你确定要离婚了 你不是都爱了我这么个人 你真的放下 我想好 我已经放下了 今天晚上 我就会从这里搬出去 给许晴峰一起 不过 我会撤销离婚写 等你想要离婚的时候 把离婚协议书记录就好 你看 不要 这个不该死 这就这么小 怎么办 安鹿 我想搬出货家 你能帮我找个公寓吗 当然可以啊 恭喜你终于搬出货家了 比辈会更进一步了 对了 告诉你个好消息 我哥今天刚从国外回来 我等会儿啊 把他带上 帮你一起搬家 郑林哥回来了 初一啊 你感觉这间怎么样 不错 我很喜欢 这间房子呀 是我哥挑的 他说你肯定会喜欢 果然 他很懂你吧 诶 初一啊 那你现在怎么打算呀 是打算回家帮忙 还是出去找工作呀 我哥呢 刚从国外回来 想要找一个助理 去报告他们 安林哥在国外 不是把安家的分公司 做得风生水起的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在国外带走的 确实还没想到 况且我那个30岁 一直在身 父母那边有次这么做 哦 对了 刚刚小鹿说的事情 我希望你考虑 我确实这个车找事 如果你有合适的应选 也可以直接推荐 好 我会认真考虑 在货家当晚六人的家庭祝福 如果离婚了 我确实应该先找一份工作机 在接运 再回家里的公司帮忙 哥 我饿了 要不我们就借用一下厨爷厨房 然后你给我们做一份大餐呗 就当是你的接风宴 和厨爷的小千宴了 哪有自己给自己做 辛苦哥哥了 厨爷 我哥呢 他现在还是单身 对你业宁不忘的 我一直给他透露 然后一共惊喜 他就把公司 所有的业务都转到国内 怎么样 很动不 可是我还没有离婚呀 就算我离婚了 我也是二婚 那这不是给你搁挂坑吗 哎呀 厨爷 你又考虑考虑我哥嘛 而且你都承受过 你爱的了 现在承受你才爱你的 我知道你是关心我 但是感情的事嘛 起个懒 生气自然吧 厨爷 许晴的事 我听说了 我们见一面吧 我有些事啊 要告诉你 听完以后 你就会明白 智章这几年 到底在和你倦什么了 厨爷 看起这个 妈 她是谁 你是不是觉得 她跟许晴很像 她叫乔木 是之前智章 喜欢过的一个女孩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智章和她在一起的那段时间 你在其他城市实习 嗯 你不知道这个女孩的存在 那个时候 我们全家 都不喜欢她们在一起 智章的爷爷 甚至被气得 变中不愿 爷爷 很不喜欢 强女 暮色了一番 跟智章结婚的对象 最后 觉得你最合适 而你也答应了 所以 我们就开始筹备 你和智章的婚礼 这个女孩 知道之后 我想不开 跳海情商 那你们之前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知道 瞒着你不好 可是 那个时候 我们太着急了 就没有告诉你 可是 她跳海的时候 你和智章 已经举办过婚礼了 这 这一切 难不及了 原来事情的真相是这样 难怪霍智章在结婚当晚 对我说了那么多狠话 难怪她婚后让我守护光 一直折磨我 原来霍智章有过喜欢的人 瞧暮暮才是真正的白月光 虚情只是替代品 原来在这个故事里 我连女儿都散不上 初一 是我们霍家 对不住你 霍夫人 如果您真的觉得对不住我的话 就回去跳霍智章 跟我离婚吧 安总 小心脚下 初一 你真的想好了吗 想好了 我决定做郑明哥的助理 毕竟我也是清北大学的高材生 是时候发挥发挥我的实力了 好 走吧 每天看到安总 都会被他纪念到呢 太帅了吧 他旁边的女助理是新来的吗 我听说他之前用的 一直都是男助理 不好意思 麻烦让一下 不好意思 包子的气味挺香的 可我怎么突然有点犯恶心呢 初一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 我没事 可能是第一天上班有点紧张 别安心 又在 站住 你跟安德琳在家 霍智章 你怎么在这 霍智章 你怎么在这 抱歉姐姐 智章 是送我跟月月过来实习的 这不是我没带走的衣服吗 徐智啊 你竟然还穿我的衣服 你真好 谁说这是你的衣服 这是霍智自己买的 那为什么连我不小心弄上去的指甲油的位置都一模一样 你竟然还说是自己买的 这衣服不穿也是放着 放着也是浪费 你又何必和我曾经计较呢 是啊 衣服放着不穿是浪费 人放着不用也是浪费 徐智 你还真是喜欢捡别人穿透的路过的东西 你可真是好红眼 这么喜欢 江处义 霍智章 你别动不动就跟我拉拉扯扯 管好你的小情人吧 小心 他待会更苦 霍智章 我告诉你 你已经有别的女人 就不要再来纠缠 你如果再让她伤心 我觉得 我告诉你 我跟江处义还没有离婚 你离她远 霍智章 你够了 这是我上班的地方 你要发风去别的地方 别打我手 霍智章 霍智章 别管了 我们走 难怪突然空降了个助理 原来他们是这种东西 安总突然换助理 我就知道不对劲 安总请 初音 麻烦安恩帮我回备她给你 好的 安总 我和你 我告诉你 江处义真的太恶心了 我亲眼看到他主动 安总手勾演 要不然他能去安智体团吗 他肯定是勾演 安总爬上来做床 你们在说什么呢 你们在说什么呢 怎么见了我就要走 继续聊 没聊什么 只是在听陶渊跟学生的八卦 八卦 再讲我的八卦吧 我说的不对嘛 你肯定是跟安总相熟 否则以你六年空窗 没有工作经验的简历 你能进得了一世纪统 我是跟安总相熟 但我也是清北大学的高材生 我在空窗期 一直也有在学习进修 我怎么就不能进安市集团 我倒不像某些人 靠出卖自己的身体获得资源 就以为别人都跟他一样 你少在这学口喷人 我又没说你 我说的是 某个只会躲在别人身后 把闺蜜当枪使兴击你 陶渊 我跟你无怨无仇的 如果你非要替许晴出头 在这里散布我的谣言 诽谤我个应我的话 可别怪我不留情面 请 许晴 我愿意跟霍这张立分 成全你小三上位 这是我对你做的最大的事 但是你不要逼我惩戒 徐晴居然是小三 别好戏看了 晴晴受欺负了 通知获得医生 姐姐 你既然这么讨厌我 等一下我就去提辞职 你在这儿爱姐姐的眼了 婷婷 你又没做错什么 你凭什么辞职啊 现在所有人都觉得我是小三 是我破坏了姐姐的婚姻 我还有什么脸在这里待下去 你不是怕爱我的眼 你是受不了那些流言蜚语 姐姐我 别拧拧你的了 要辞职赶紧去 你自己做的事 你自己心里最强 她说过什么 你倒是说这 霍先生 姐姐她对我有些误会 她刚才说我是小三的事 不是太故意的 是我给姐姐造成了困扰 我等一下就去提辞职 姐姐你打我把我看下不见我 走开 姐姐你没事吧 我没事 是我自己没占我的 不是姐姐的错 让主意 你竟然敢伤害她 主意 好 救 主意 主意 你怀疑我 是吗 我都准备离婚了去怀的孩子 那一晚以后发生了很多事 确实一直忘了避孕 你睡了一觉 流了好多血 幸亏作为了及时 太保住了 接下来你要保持足够的休息 营养 用途申入 不能劳累 要保持情绪要的忙掉 而且你的身体状况不算太好 如果想要孩子 这个胎一定要保住 否则以后 很难再怀上孩子 再也没有怀上 外面的那个男人 是你的丈夫 您的身体状况 需要告知他吗 那个人不是我的丈夫 前进 不要把我的事情告诉他 这是什么情况 为什么留这么多血 我刚才问津生 他也没告诉我 没事 江主约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吗 他是孩子的父亲 或许 他应该知道这件事 霍支掌 我 霍先生 请请他心脏病发作了 医生说要尽早出国做手术 一致心脏不能再拖了 怎么会这么严重呢 好 我马上过来 霍支张不够是良心发现 先送我来一趟医院而已 我怎么能轻易动摇 主约 走吧 你已经送我来医院了 坐得够多 随心脏患有先天心脏病 这段时间 平凡发作 需要和心脏移植 他们的时代 我已经想好了 我带他去国外做手术 这手术成功 我就不会再没有连续 你根本跟他联系 与我不会 江主约 木木的事情 你应该知道 我原本是想好好折磨你 让你后悔 到时候嫁给我 但是我既然发现 我有点喜欢你了 初遇 我想跟你好好过 你不配 你说的话我不爱听 你去找他吧 我要休息了 这乡怎么还不来啊 静静 大事不好吗 我听我朋友说 江楚怡应该是怀孕了 什么 这该不会是霍先生的孩子吧 这可就不好办了 江楚怡不会利用这个孩子 不跟霍先生离婚啊 不行 我不能让那种事情发生 年轻 你受苦了 霍先生 您来了 我已经联系好了一身 过两天就可以引起车 去国外做心脏运势手术 谢谢你 智障 你的大恩大德 我无意没报 你能快些好起来 我也能起来 当年明天就像末末 如今就像跟他双向的失去 或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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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许能真的放下了我的吗 安露 我已经没什么大碍了 你好好劝劝你哥 你让他明天别来陪我了 他今天下午在这陪我一下午啊 好几个会都没开呢 那几个会哪比得上你呀 哎呀 已经这个点了 你快睡觉 先挂了哦 知道了 江楚怡 你的孩子不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我也不会让你破坏我的心 谁 姐姐是我 我是来和你告别的 姐姐你知道吗 智障马上就要带我去国外做手势了 而且所有费用跟他去 他全程陪成 所以吗 所以 我当然不会让你破坏我的幸福了 啊 姐姐是在保胎吧 他怎么会知道我怀孕的事 你想用孩子要死了纸张的人吗 要破碎了 许晴 你好狠毒 我不会放过你的 我倒要看看有纸张护着我 你要怎么不放过我 救救我的孩子 来人啊 快救救姐姐 姐姐都快要掉下去了 怎么了 我的胸口好痛 江水瑜跟我斗 你这辈子都变成好过 我开始自卑 我觉得我配不上他 我也比不过你 所以我才鬼迷心窍 做了那样的事 我本来想让你手一辈子 好好折磨 那你后会当初家人吗 那时候家人满血 我也挺喜欢他 你想用孩子要挟纸张的美貌 要破碎了 我倒要看看有纸张护着我 你要怎么不放过我 出血太严重了 胎儿保不住了 保败了 是从这那家人的 好 主页 选了 孩子呢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俩现在还没离婚呢 你这样这么残忍地剥夺我做父亲的权利 这就是你对我的报复是吗 我问你孩子 你当时从床上摔下去 孩子没能帮助 去杀了许晴 许晴 你现在身体状况很重 你先倒下来好好休息 许晴那个前人在哪 杀了我的孩子 我要去杀了他 许晴 这样的事情 谁都不想发生的 许晴他现在也受不了警察 这两年都在医院最早 他现在已经很尊散了 这根本就不是意外 这根本就不是意外 是许晴故意把我推下床 想办法死我了 黄志成 那也是你的孩子 你为什么要去帮我一个孩子 你孩子 因为他长得像乔默 而是因为 他有洗脏病 受不了刺激 我要去接受 许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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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鬼门关走了一趟 我心里觉得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 所以我想和你冰释前线 解除误会 误会 你说的是我遭人绑架 差点死于非命那次 还是你去我的病房 看着我失去孩子那次 你有什么事你就直说 不要故意刺激 人情就还生病的呢 霍总 都是我的错 姐姐说他被绑架那次 他呼救 我是故意没听见 可我是真的没听见 为了他不相信 恨你们的孩子 我不该去找他道别 刺激他 晴晴 不要再伤害 行吧 他也不是故意 这就自己去翻车吧 我放不了这 许晴 这些录音 我原本没想这么快 但是今天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你许晴到底是什么样 我 你许晴到底是什么样 我 我开始自卑 你觉得我配不上他 我也比不过你 所以我才毁迷心窍 做了那样的事 想用孩子要挟枝张的美貌 要破碎了 我倒要看看有枝张护着我 你要怎么不放我 许晴 你还装得下去吗 就是你要害死我 结果害死了我的孩子 我知道 这就是你的真 你也笑了吗 不 不是的 录音是假的 我没有说过那样的话 我要报警证明自己的清白 好了 你去报警 这些音频我已经传到了网上 你可以去跟我试试 不行 我先说 求求你相信我 给我时间证明我的清白 求求你帮帮我 不要让那些音频流出去 好吗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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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让你求求 许晴 我再也不想看了 从今天开始 你给我关注那车 霍总 求求你了 那些音频不能流出去 你保护我吧 够了 许晴 你害死我的孩子 我没有让你一命长一命 已经是人之一 别再扯着我提醒了 都是你害的 你给我死 轻轻 我们先离开 等会儿 霍总 让你受的这些痛苦 远不及我的万民之一 等等 我知道 你想离婚什么人 好 我答应你 我可以补偿你的 你想要什么我都可以答应你 我会重新追求你 你会发现 我好像真的爱上 十年了 你现在才说爱吗 是不是有点太可笑了 你不过是因为得不到 成诚遇到吗 淑姨 听我哥说 你准备回江家上班了 是啊 因为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 我得回去帮她管理公司了 徐晴 徐晴 那好像是周女士的车 她不是被赶出南城了吗 周女士 她是国外汤普集团副总的妻子 听闻她带了五百亿投资资金 来南城进行投资 她明天晚上会举办一个商业晚宴 邀请了南城所有的好朋友 我刚好缺一个女伴 你 愿意当我的女伴吗 我 去啊去啊 初一 你刚才不都看到徐晴了吗 说不定晚宴她也会参加 不知道 她又会弄出什么妖蛾子 这季直笔百战百胜 你去探探她的情况 也好 郑林哥 那我明天晚上陪你一起去 上次参加这种宴会 还是跟霍之章一起 我先试配一下 我小声点 谢谢我走 不过 我的女伴 就不劳动她 她只是你的女伴 又不是你的伴侣 你管的倒是挺快 至少她 现在是我的女伴 而你 这是 从此以后 我们瞧归瞧 多归录 再五瓜 前不久 我们霍之章签下的离婚协议书 正式离了婚 没想到 这么快我见面了 那不是之前 跟霍总和回顾 徐晴吗 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晚宴 今天注定是个美好难忘的夜晚 在此 我想向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新生分 我徐晴 如今是汤谷集团副总人 干女儿 而我身边这位 是我的干妈 周颖务士 祝大家今晚玩的开心 汤谷集团副总的干女儿 没想到徐晴离开南城后 竟有了这样的境遇 姐姐 好久不见 怎么样 喜欢我的新生分吗 让开 好狗不挡道 姐姐 我以为我离开以后 智商会和你在一起 没想到 他现在依旧是单身 我就是为了他 我就是为了他回的南城 如今你我之间很平等 你再也不用欺压我 我现在就要让他重新爱上 后悔当初去了 你竟然觉得 或这张抛弃你 是因为我的家势比你好 而不是 你做过的那些事太恶心 徐晴 你真是佩服你的智商 如果没有你当初横插一脚 我又怎么会做那些事呢 徐晴 我建议你去医院 挂个精神科砍 郑林哥 这个夜会太无聊了 我们去旁边休息一下 好 江淑媛 你到现在还不帮我放在眼里 是 那就别怪我不客气 你有病吗 初遗言 不好了 有人举报 你把滥用之权已经给带走了 你妈受了刺激 建议院 什么 这绝对是徐晴搞的鬼 徐晴 你知道梦面心还是什么罪 这样想听 我一定会证明的话清赖 姐姐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你最好快点帮我放开 不然 我去叫保安安静社区 事情 你就是天 主张 我刚才说的话都是真心的 我一定会让你重新爱上我 把手给我放开 我不是让你滚出南城了吗 怎么还有人回来 从哪里跌倒 就从哪里爬起来 你应该记得我的干妈 终于有女士吧 她可是乔默默的亲了 你已经害她失去了一个女儿了 难道还想赶走这个干女儿吗 知道你好狠的心啊 初一 别担心 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郑林哥 我妈已经没什么事了 你不用担心我 要不你先回去吧 我想一个人待会儿 没事就好 我回去查查你妈被举报的事情 看看能不能找人救出来 谢谢 你说着 你没事穿这么高鞋子干什么 或是挺连续的 宴会上就把她脚踩到现在 我没事 好了别跟我闹 这里是病房区 病人都在休息 我不做什么 就是让医生再回到警察 接下来几天你要照顾好你老婆 他可能洗澡上厕所什么的不太方便 只有夫妻是何方吗 医生 他不是我了 前夫也一样 医生 我会照顾 走吧 送你回去 我一直说 你回来 我会照顾好 你是不是送错地方 只要是你家 都不是我家 我只照顾好 你是不是送错地方 只要是你家 都不是我家 那你想住哪 住公寓还是回江家 到时候自己摔晕在厕所都不吃 我先去给你放洗澡水 到时候就洗个澡 阿姨给他倒杯热水 好 霍智障 你不用忙了 我今天晚上不住场 行了 你洗个澡吃完饭 我就送你回去了 我喝杯热水暖点身体 叫我姜小姐吧 我们已经离婚了 我不是夫人 姜小姐 你和霍先生离婚后 他从来没有带过别的女人回家 他要经常还去 以前看书的书房 发呆呢 姜先生 可能是后悔吧 你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 怎么现在连保姆都替霍智障说话了 洗澡水放好了 阿姨 他脚受伤了 不方便洗 你帮他洗一下 注意脚不能碰到水 好 对 昨天 虽然我不想接受你的帮助 但是你帮我会忙 这倒是相互抵消了吧 additions 抵消什么 抵消一部分曾经你对我的伤害 我可能 哼不够负 看来呢你今天应该是回不去了 看来呢你今天应该是回不去了 虽然有时候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房间欣赏电闪联名也是一种乐趣 好了你去帮忙睡不我呢今晚就在这儿睡 这样你半夜上厕所要喝水 我都还可以照顾你 要不然你就自己走去客厅睡 是就是 十月二十九天起情 我感觉自己名字不够什么的 江楚或石山都是他 写的什么呢 你说什么呢 你的日记啊 你还给我 就你这素质你也喜欢的 我告诉你我们俩现在离婚的 你在家里留下的东西那就是我的财产 财产这招 你有这么闲吗 人家小姑娘十七八岁四春时候写的这剑 你要多这么仔细吗啊 我现在只能在这里面 才能找到你曾经爱我的痕迹 还有 你要我救你爸呢也可以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留下来陪我一个月怎么样 你要我救你爸呢也可以 你答应我一个条件 留下来陪我一个月 嗯 你放心吧 我尽量呢 不对你做一些触碰的事情 我不会答应我 我跟你已经离婚了 我爸妈可能也不希望我跟你在有什么牵扯 姐姐 明天你有空吗 我们可以见一面吗 我准备离开南城了 好端端的 为什么突然要离开南城啊 事实而言难尽 是不是许晴 是不是他逼你的 嗯 具体的事 明天见面了再说吧 许晴可真是歹毒 竟然连前男友都要赶走 可他为什么要赶走他 这都过去两个小时了 跟你约的人怎么还有人 他现在手机关机了 但是秦升他不是这样会失约的人 你说 会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也没出不好的预感 放心吧 我的人已经派人去找了 只要他还在那 人就一定能找到 什么 在冷冬库啊 找到了秦升的 尸体 秦 秦升他 他 哎哎 姐姐我 我扶你到那边去吧 死死了 你先看一下 这是秦升的事件报告 说是被火候冻死 那一代没有警察 而且冷冬库的监控也是换的 警方初步断练 他是侮辱人的 然后门不小心被反锁了 上辈子 秦升虽然下场不好 但也只是疯了 这辈子 怎么会 肯定是徐晴 他之前就想把秦升赶出南城 除了他 不会再有人下这样的毒手 行了 你先冷静一下 现在还没有证据 霍智章 我们做个交易吧 你不是喜欢我 想让我陪你一个月吗 可以 只要你把我爸 跟秦升的事情调查清楚 将坏人省之一发 我们就复婚 虽然事情有些复杂 但以惑之章的手段和实力 绝对能轻松解决 虽然有些称人之危 但是我答应了 这两天我也调查了徐晴和周颖 他们俩倒是好呢 最难对付的是他们背后的人 他的背后还有人 你先看一下这个 这个人叫徐晴涛 是徐晴的干爹 周颖的外语对象 他比你爸的职位的高一级 我怕你爸的事情只有他的手条 而且这个人异性坡重 对我也提倡不论 要挖到他的城区 是有点难的 那怎么办 既然我都答应你了 那我肯定是想办法 徐晴他不是要得到我吗 正好 我可以来一个美人计 就从徐晴入手 降低他的隐性 不过 要想获得徐晴的信任 是要陪我一起投席 来吧 来吧 回想一下霍智章曾经对我做过的事情 肯定不需要演习 霍智章 你个无耻之徒 我咋不想见到你了 你给我回来 你可不是霍总和他前妻吗 你 江处一 你也不睁大眼睛干 你什么负子 用你这样子满大钱都是 吵得好积累啊 快拿手机拍下来 撒网上快快快 你不想像我什么事 我想什么样子 我告诉你 别再来找我 江处一 过这张爱的人数 你永远也认不了我 干爹干妈 谢谢你们帮我 谁敢欺货干女儿呢 就别想好多 等你嫁给了霍智章 我要将整个霍智章 都挺干爹的 咱们呀 要为木偶报仇 要让那霍智章 吃鸡苦头 生不如死 自然 木木也是我的心声 我努力做成这个位置 就是为了要 木木 是霍智章 干爹干妈 看来我们的计划 快成功了 嗯 妈 你放心 我很快就会查清楚 一定把爸爸救出来 还他一个期待 阿姨你放心 我和我哥都会帮厨一代 好孩子 辛苦你们了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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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一 我听说霍智章 又跟那个许晴在一起 这位许晴 做了这么多的坏事 霍智章还跟他在一起 真是恶心 这不是姐姐吗 姐姐 我说什么来着 智章 爱的人数 最后站在他身边的人 也一定是我 过两天 就是我们的订婚宴了 姐姐要是有空的话 欢迎来玩哦 我不要你东西 你却帮个忙 还特地跑来我们的情势 可真是可笑 我对你们的事情 万点对你来提醒 不管你是定义 结婚 还是没婚 都跟我没有万点关系 也不用特地跑来通知我 江处姨 你就嘴硬吧 你明明心里难过的要死 我就是要跟你这张结婚 我们会有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孩子 而你 就是个没人要的黄脸婆 智章 你才见 只要我活着一天 就别想再给我儿子 做个货家的媳妇 看我今天 都打死你了 跟我妈 无论你的同意也做 我心中爱的人 只有他一个人 我都会娶她 要是你心里有任何不快 你就不要扔我这个儿子 我们以后又不要在前面 什么了 智章 智章 你为了合计 虽然我这个发现不得了吗 啊 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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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要去付婚前进去 咱们谢谢你 智章 你对我真好遇见你 我太羡慕了 啊 我已经掉下心出了 智章确实是虚心伤害的 他将她骗进了冷冻库里 关上了门 让她活活动死了 冷冻库的监控是虚心能坏的 我已经找人修好了监控录像 等会发到你邮箱 好 但仅仅有录像还不够 还要击垮她的后台 让她永远不能翻身 后天是我跟徐晴的订婚宴了 这个时候周英和秦涛都会参加 他们合办的公司也会放假一天 这个时候只有把握看上 他们陷害你爸的罪证 以及贪污的罪证 都在公司的保险箱里 我到时候会派人去打 这件事交给别人去办 我不放心 他们的罪证 不要亲自拿到 灯火我先一个人 你想个东西 东西得好 门卡的电机卡我都简单 前套办公室的密码 会是张立击 这里面 谢谢你们来帮我 感激的话 我们实际成功 徐晴 这次 我一定要让你受到应有的惩罚 恭喜恭喜 恭喜获总已须约 你信任终成怨罪 算着 交婚对不了 这不是获总的前妻吗 他怎么来 他不知道抢新拿吧 是姐姐呀 我还以为你见不得我跟这张定婚 躲在被子里痛哭不来了你 姐姐我当然欢迎你来 只不过看这架势 他是来准备的事 你不是来捣乱的 你果然对智商于情未了 你猜对了一半 我就是来捣乱的 徐晴 我是来揭发你们一家人罪证 你放开我 你少在那血口喷人 我们一家行的证做的证 没有做过坏事 来人 把这个破坏夜会的女人赶出去 只要有我在 谁都别想碰她 智商 动手 这是什么 徐晴晴姐把人推到什么地方 好像是郊外飞行的楼楼库 视频不是已经销毁了吗 怎么还在这 快关掉她 不许看 都不许看 习生到底做错什么 你要治他有死地 不是我 那视频是假的 我没有做过那样的事 徐晴就是杀人凶手 视频上的人 就是她的前男友 她不顾往日的情分 想要把她赶出南城 并且杀人灭口 将她关到冷冻室里 我活动死 太可怕了吧 不是我 我没有杀人 真的不是我 一场闹剧 闹够了没有 我可以作证 我们家情境 绝对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你作证 你上梁不正下梁不凭什么 你凭什么作证 这个丫头太嚣张了 我要是不收拾你 我就不剩钱 你这个丫头太嚣张了 我要是不收拾你 我就不剩钱 外面的人 进来 你们来干什么 当然是带着你 这里 是周莹利用植物之变 行贿 以及你污蔑我爸 贪污的证据 秦涛 周莹 这订婚的饭 你们是吃不上的 等着吃老饭 不可能 这些资料一定是假的 走 是真是假 法律自由 带走 我知道了 你这段时间和他一起骗我 你利用我接近干爹干妈 就是为了让他拿到的一些文件 是不是 没想到你这样的人 今天做事这么龌龊 对付什么样的人 就应该用什么样的手段 是吗 我这么喜欢你 就这样对我 你难道对我没有一点喜欢吗 没有 我之前对你心动 完全是因为你的外表 长得像我一个朋友 算你和 和支撑 我这是爱错了人 这场道具到底结束 初遇 我答应你的事已经完成了 我们是不是可以复婚了 复婚 护制裁 我承认 你这次的确是帮了初遇 但是你伤他伤得这么深 还想复婚 初遇 宣武 周遇 选择权在你的手里 对 对 你 就是